首都阿泰華的示威者未有散去 更有人揚言轉移陣地至多倫多 警方嚴陣以待 多倫多在上星期六有過一日的貨車倒路 反對防疫限制示威 這樣的畫面可能會再出現 因為有自由車隊的組織者在網上揚言 部分示威人士會由阿泰華向多倫多進發 警方今日立即封鎖省議會一帶道路 並呼籲公眾如果沒有必要不要前往 在阿泰華警隊警告會拘捕堵塞道路的人 並刑事起訴侵害財物罪 涉案的汽車會被拖走 而安省政府批准了阿泰華市的要求 將製造噪音、引擎空轉和生火的 罰款金額提高至一千元 在法庭頒領禁止示威貨車司機 在安安之下 示威者已打鼓代替發出聲音